记者杨棉杰台北报道 你最喜欢哪种台湾小吃 是真奶牛肉面还是师母鱼 653书法设计工作室的台湾创意书法家 黄明宁偶然设计出一只台湾小吃行李箱 把数十样台湾最著名小吃一网打尽 变成装饰 引来热烈回响 甚至让曾旅台的日本人回忆起 在台湾迷路无助时 受到台湾人热心协助脱困的回忆 黄明宁擅长以特殊书法 字体搭配简单插画 整体设计及文字内容都让文青很喜爱 之前他就尝试把心中的台湾小吃一项画在明信片上 当时就引起网友讨论 今年他会邀参加台南设计展时 意外把小吃插画放上行李箱的可变成装饰 想不到反应格外热烈 除了台湾人外 也吸引包括日杠澳 马来西亚等多国网友的询问 让他感觉台湾小吃影响真是大 黄明宁说 最近带着行李箱到日本京都工作 由于过程并不顺利 感到心情低落 跟朋友在街上乱逛 一边感叹 主文创在台湾已经变质的同时 突然有几个日本人围过来 好奇端将他的行李箱还把上面的小吃一一念出来 了解后才知道原来是这些日本朋友很喜欢台湾小吃 把这些中文字都记了起来 且到过台湾一次就念念不忘 看到他的行李箱再度被换起旅行记忆 黄明宁提到 有个从嫁到日本的陈小姐主动丢讯息联系 说 想要买一个送给老公田姐当礼物 因为田姐本来就喜欢台湾 之前跟有人来台自助旅行 在荒郊野外迷路 不知所措又感到无助时 遇到好心的台南人跟高雄人开车 带他回到市区 还招待他享用小吃 他对台湾人的热心非常感动 也很感谢 对台湾更加喜爱 陈小姐还说 结婚之后 只要有回台机会 就会带田姐到南台湾走一走 而他总是穿着运动裤 拖鞋 说踢手摇杯跟鲁味 在街上趴趴走 俨然一副在地居民模样 深深融入台湾文化 甚至还碰到台湾本地观光客来跟他问路 让人啼笑皆非 田姐对这个台湾小吃行李箱也感到很惊艳 一直大声喊叫真的 可以得到这么棒的行李箱吗 虽然表情夸张 但对台湾的感情也表露无疑 田姐说 自己最爱的是臭豆腐 不懂中文的他还问老婆 心理箱上到底有那些小吃还没吃过 他下次来一定要吃